大家好,我是Stan 以主打歌QPIT一举打进皮尔布的哈白排行 在全世界爆红的新人女团5050 因为出道不到一年就向所属公司提出专属合约终止 而遭到韩网痛批,忘恩负义 并且也被指控韩国华纳音乐是幕后黑手 想要抢走5050成员而引起了争议 不过当时韩国华纳音乐有火速否认 但是今天,5050所属公司的老板 公开了与韩国华纳音乐副总的通话录音 先给大家简单整理一下 5050的所属公司Attract 与成员们签订了专属合约拥有一切的肖像等权利 但是因为所属公司没有音乐方面的制作能力 所以就将专辑制作部分全权交给了The Givers的暗层语代表 简单一点说就像是外包公司一样的概念 而现在所属公司怀疑 5050成员们提出专属合约终止的幕后黑手 就是韩国华纳音乐与外包专辑制作的The Givers 当然全部都被否认了 结果今天所属公司的代表 公开了与华纳音乐的通话录音 所以韩国华纳音乐与委托专辑制作的安森尹代表 确实是有讨论过抢走 不是收购成员们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5050成员们 你们以为你们的成功是多亏了安森尹吗 哪个公司的老板会给新人女团拍四个MV呢 大型公司也只拍一两个 新歌发表后大众们的反应真的是要靠运气 当然你们也有努力准备所以才会哄 但是那个准备是谁帮你们的 还不是全力支援的所属公司老板 傻瓜们 德基伯斯安森尹把自己当成是老板 从中收到了白奥的提案 也没有告知所属公司计划了所有事情 试图抢走的人是有错 但是最有问题的是 被甜言命语冲昏脑袋的成员们与父母们 应该没有想到风向会变得这么糟糕吧 真的做了非常傻的决定 天哪我竟然会有因缘所属公司的一天 还头一次觉得经纪公司老板这么可怜 对于今天曝光的童话录音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今天韩国一家媒体独家报道了 目前正在一起出演Kinderland的 云南与朱罗恋爱的消息 该消息马上就登上了 韩国各大新闻的热搜音位 但是很快 SN与JYP娱乐都否认了这件事情 我就知道Kikik 果然 拍戏后 关系越来越好后交往就不说了 但报道却说正在交往 然后一起出演了电视剧 就觉得实在不像话 但是你们觉得他俩相配吗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因为他们都不会在一起出演了 去看 就算了 你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